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節的天氣節目 我是李志雄 受著高空反應船的影響下 今天繼續又曬又熱 我們下午在海港網出去的時候 就見到一大片藍天 陽光也挺充沛的 至於各區最高氣溫方面 因為陽光充沛的關係 大部份地區都上升到35度或以上 而打孤嶺更加上升到36度 我們在大範圍的衛星運圖 就見到高空反應船 為華南地區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 不過看遠一點 呂宋附近有一些對流雲團 我們預料這些對流雲團 就會在本周後期 就會靠近廣東、元朗地區 有機會為我們帶來一些驟雨 不過無論如何 高空反應船都會持續 為我們帶來一些高溫天氣 到下星期的中後期 所以好熱天氣警告現正是繼續生效的 大家如果要在室內的時候 就要記得保持室內的空氣流通 以及記得補充充足的水份 至於明天的最高市外戰指數 我們預測是11強度屬於極高 但現在如果要出去戶外活動 或是工作的朋友 就要記得做足防暑防曬的措施 至於今晚至明天的詳細天氣 預測是天晴 但明天局部地區會有驟雨 最低氣溫約28度 日間是很熱 使氣溫最高上升至34度 新界再高1、2度 風方面是吹輕微至和緩的東南風 至於展望方面 高溫的天氣 因為高空反應船的關係 就會持續到下星期的中至後期 而星期五、六時就會有幾陣驟雨 今節的天氣報告 我就講到這裏了 祝你一個愉快的晚上 再見